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在雲林西羅 有一位以畫媽祖 出名的畫家曾良美 他用細膩的筆觸 描繪出在地人虔誠的信仰 也讓西羅的地方文化 能夠被更多人所欣賞 曾經在西羅果菜市場 卖菜十幾年的曾良美 幾年前被雲林縣議員廖清祥 發掘他的藝術天分之後 開啟了他的創作生涯 成為一位專業的布袋戚友 與媽祖畫家 最近他更善用畫布 桃花心目等各種素材 畫了一系列的媽祖畫像 其畫風構圖與神韻悲劇特色 贏得當地文史工作者的一致讚譽 文化跟宗教之間的連結 就是把我們的祈福的心願 然後畫在畫布裡面 那我們每一筆的時候 以我自己的感覺 我每一筆的時候 就是帶著一個祈福的心願 還有祝福的心 那既然是神明的嘛 那他就是有帶一點神秘的感覺 我們梁美老師還在塞尼元平老街 這個東市場裡面 他算一個祝地的藝術家 而且他所有的元素都是在地的元素 為了闡述西羅特有的布袋系歷史 以及媽祖文化氛圍 曾梁美收集了大量的背景元素 改變廟神刻板的文化印象 他期盼透過藝術創作 擴充媽祖文化元素 運動舞蹈有希望將成為2020年 東京奧運的比賽項目 這幾年台灣學舞的年齡層 不斷的下架 選手們也希望透過多參加各項比賽 累積經驗和積分 日後可以出國比賽 為台灣爭光 優美的標準舞 性感的拉丁舞 2015貝蒂杯運動舞蹈公開賽 超過兩百位參賽者 齊聚現場一較高下 從壯年組到國小生 比賽選手都用心準備 大方展現各自魅力 期望獲得裁判的青睞 當然每一個評審的標準不一 但是對我個人來講 當然技術表現力 都需要在評分的過程 的考量當中 運動舞蹈有望成為 2020東京奧運的比賽項目 在台灣學習運動舞蹈的年齡 不斷下降 現場也看到許多年幼的參賽者 舞蹈老師認為 他們將是未來為國爭光的潛力股 包含貝蒂杯在內 一系列的運動舞蹈積分賽 陸續展開 屆時積分排名的總冠軍 將能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事 主辦單位期望透過比賽 不但能推廣運動舞蹈 也能讓更多人有機會切磋舞技 增加參賽經驗